講一下花邊,即是未開始講正題之前 我們中國人的驕傲,唯一叫YYDS 這個鬚餅團,被人拍到他回北京的時候 拿著電飯煲,馬上打我 你不是這麼老套吧? 走去日本買了電飯煲,你跟香港的鄉下親戚一樣? 原來不是,這個是電子下餐 這個教協最前場買一件事,電子下餐來做什麼? 煲湯,大家都知道蘇丙鐵是大灣區人 中山,原來那些報道員就說 他這個電子下餐在國內已經帶去日本比賽 因為這位蘇臣要喝湯 因為廣東人最喜歡喝湯 喝湯和九秒八三有沒有關係就不知道 只不過,幸好他不是在日本買這些 日本電飯煲,不是有牌給人作文 好了,講回正題 這件事都很嚴肅 美國通過了1萬億美元基建的預算 另外有3.5萬億社會福利 就是增加中產,提升中產實力 花很多錢 不過同一時間,我想阿尚鋒你都知道 好像說國債快到期 最近不知道有什麼波動 國債不斷,其實不斷是有到期的 不只是今時今日 不斷到期,不斷到期 七十幾百十錢 將國債上限不斷加大 現在是28.5萬億美金 如果到期上限不到問題 那就再印銀子 不過最近有很多人在討論 美國究竟是衰退還是衰落 其實又衰退又衰落 起碼有一個見解 講數字是多餘的 講虎仔最好 虎仔也講過一次 李光耀應該是2009年 11、12年前已經告訴美國的新聞主持 美國最大的危機就是說 印銀子太多 第二 你那個赤字不斷擴大 你別想著還錢 你別想著印錢 如果這樣搞下去 如果不臨硬勒馬 想過一些方法的話 美元的信用一跌的話 就會火燒連環船 這個道理大家都知道 美國是靠這個霸權 美金霸權主義 軍事力量只不過是在附著 11條航空母艦 又是代表它可以 將一毫不值的紙 變成一美金 或者一百美金 神奇所在 但是現在說 國債到期 到時不行再找印銀子 那已經導出了 其實現在再增加了幾多萬億的投資 而布林肯 就在他這個發言 早前天說 就說 這個基建 將會振興民主實力 振興民主的價值 一個希望 即是說 美國如果推行這些 基建 加大社會福利 好像羅斯福一樣 他是他自己比擬 美國就會回來 我們美國就會回來了 美國不是你們中俄媒體所說的 衰退或者衰落 美國的價值是實古實作 尤其是捍衛民主 所有的民主國家都站在這邊 起碼我們不會關押異見人士 起碼我們不會搞集中營 起碼我們不會搞金屠滅絕 每處都是針對中國 包括英國和俄羅斯 我們不做這些 所以我們一定會選得起 美國不會衰落 衰不衰退人資 具人資的情況 搞不搞得好 但是最大的希望 就是希望最大的國債持有者 我想現在是日本 不過中國可以買多些 高科技我就不賣給你 留學生你就不要讀好理工科 不過你就讀一下沙士比亞 你有錢的話就買到美國國債 這是美國唯一可以 希望維持到這個 他所謂的國際別墜的依賴 有求於中國 我們說不出一些很精妙的比喻 就是借用一位記者韓鵬 他也是駐美的記者 之前在上海做過新聞工作 現在變成網紅 韓鵬是很活該 他就比喻 這個副國務卿 就是謝曼尼有求於中國 不過他的態度是怎樣 上門要飯 即是上來吃飯 上門要飯不是大碗 而是大把刀 所以他就說 美國不可能得情 李剛耀也在之前評論美國的時候 也說到中國 也說給美國人聽 中國不想加入西方俱樂部 不想做你VIP 中國一定是走自己復興的道路 所以說明 中國最生氣 是不會和你妥協 中間大家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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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中國的實力相當強硬 也不肯進入俱樂部 我引申另一位國內都很知名的學者 叫做鄭永年 鄭永年最近早兩天在中文大學深圳公號發表了一篇受訪的文章 又是說到美國不是衰落 你也不會想到這麼簡單 鄭永年的說法我不敢苟同 他整篇文章簡單說一句 中國不要破壞這個國際別罪 因為如果東一個別罪、西一個別罪 即是美國一個別罪、中國別罪的話 是對中國不利的 怎麼不利呢? 如果破壞了這個別罪的話 美國可能全面會制衡你、阻礙你 所以他覺得鄭永年就算他講很多說話 都說了一件事 中國千萬不要破壞這個國際別罪 大家知道所謂的國際別罪是美國提出 中國要服從美國的領導 這個前來戰 如果你看回李光耀十二年前說 中國那件事已經看得出 中國從來不需要做你 亦都不屑 做你西方虛樂部亂的VIP 你不要打算收我做LIN 不要打算當我是西方國家 一我不是日本 不肯做這件事 二我不是俄羅斯 我們不想去西方的一員 沒有這個有因 但鄭永年一直來講 都是很鼓吹這件事 中國要守這個別罪 每個人看不清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中國看得清 很奇怪 一個上門要飯的人 拿一包的時候 你服從他? 有些有違的道理 但我今天又會體諒到鄭永年的說話 其實他跟基辛格的想法一樣 若然必得緊 即美國殺人也有份 國債還不到 就是這樣引爆 因為美國的美金債務不信用價值 你中國不出手 難道我真的等死嗎? 我一定動來 打淋你之後看如何 這是基辛格很早已經提出 真的不要玩到這個部分 真的可能會引起大字 實際上不要說這個叫Frucidatus Trap 就是近代近三百年 逢是有經濟重心 政治重心的轉移 都會引起戰爭 那些基辛格的想法 即是未講到出口 就說如果中國不接納美國的秩序 即是你不去幫美國到過這個難關 一起頂硬上 當然頂完硬上之後 你服從美國的價值 服從美國的領導 如果你不是這樣做的話 就很災難性 鄭維林沒有說出口這件事 不過 西遊了很久 始終都是和為貴 都是我們始終 都可以避免出現兩個別墜 這番話 鄭維林 是否公知呢 基本上是幫美國做雪下 其實這個世界潮流哪有改變的 中國現在用這個 特色的社會主義崛起了 復興了 現在美國繼續用這個霸權主義 想統治世界上 還想繼續 去統治世界之餘 還要拿著數 然後要中國聽你說 你覺得中國會不會聽呢 我覺得就不會 上門吃餐不帶碗大刀 就這樣告訴你 這是什麼邏輯 所以你這個基辛格 說的話都是 九十多歲 你不要再重複 以前幾十年前的事情 麻煩你 我想派發一件事 那些人就問 如果鄭維林現在說這些話 我就覺得他根本就 也不知道是不是收了美國人的錢 就是說這些話 你叫中國去 你叫中國去 繼續 聽你美國老話 聽你的霸權 然後說不改變所謂 所謂你所說的世界秩序 我覺得就是混帳 我想打個話題 那些人究竟問 就是陳平 剛才說的那位女美學者 其實他也有 不時都批評 這個 中國的中央的政策 包括這個金融政策 包括這個改革 也都說 這次奧運 代表團 教練 管理層 都表現得很好 他說是不是要一些 省委 中央 大員都要學 其實他不是完全是順利的 陳平是否公知 剛才 帶出來鄭維林 鄭維林 鄭維林是否公知 好了 大家又想問我一句 什麼叫公知 網上傳了一個叫無語錄 不過是否無語錄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讀過紅文五卷 不過就說 1959年 到60年2月 即是有一批談話 就說出來了 現在一種傾向 就是說話 寫文章 都盡量合乎帝國主義 和敵人口味 結果是令敵人舒服 自己的階級被蒙蔽 這次欺騙群眾 和欺騙各國共產黨的行為 毛澤東說 我無法證實 因為我真的和敏捲太大軟 不過是否現在就說出來 這個叫公知 大家又再問回 我之前經常說 溫鐵軍 東南山 其實他們都是公知 那些人當然問我 是否搞錯 你公知 但你有所不知 我也是看回韓鵬 韓鵬是在內地長大 他當然比我們清晰很多 他說公知 是來自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 這是2005年 韓鵬定義這一年 公知元年 自從這一年 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 做了一個特別的專題 他將影響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50人 列出來 不單止是中南山 不單止是溫鐵軍 南行子也是 方舟子也是 這班人原本 他們代表 不是完全 叫做 蠻蟲 蠱蟲 蠱蟲 主流 建制 他們有獨特 建解 所以叫公知 但到2013年 根據韓鵬說 慢慢這班公知 就變成毛澤東所說的 那類人 那類人 就是 他們傾向說話 寫文章 都是合乎 帝國主義 和敵人的口味 結果是令敵人舒服 自己階級被蒙蔽 這是欺騙群眾 和欺騙各國共產黨的行為 好了 解釋到內容 大家應該清楚了 好 交換給你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環境 根本 中國是不能退讓 讓你美國佬繼續這樣 示意 用霸權主義 所謂統治世界 來中國取得好 我跟進你一句 中國不怕 他不是統治世界 美國的說法 是叫做 維持國際別罪 這個不罪 很辛苦 維持了很久 你別說 那就是 統治世界 說自己是警察 世界警察 你講這些 用另一個方法來演繹 我覺得 我不是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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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現在 現在美國這樣的情況 你唯有自己 其實這樣的 又不是太悲觀 因為 其實他一直在想 如何收水 減少賣債 如何加息 如何令到 美國的政府收入增加 從而減少負債 其實美國人都是在想這些 不過 在同時間 有疫情 然後 發覺 沒有辦法 可以 在過去兩三年 減債 所以唯有 引多些去刺激經濟 也是 在這個時候 就是 變成 我覺得 是一個 一個比較 就是 資產負債表 是膨脹的時候 走到這個階段 我覺得 美國其實都是在想 如何去減債 因為 其實 克林頓的時代 奧巴馬時代 一直都是在想 如何去減債 只不過 突然間有金融風暴 突然間又有 疫情 唯有 引多些 然後又有個傻傻的 特朗普上來 亂來 就是 搞到現在 搞成這樣 但是你說 喂 你好像基辛教 還有那個什麼 沈永年 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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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永年這樣說 中國你要聽她的話 我覺得 是多餘 避免 她說話好巧 避免 避免破壞這個別賽 不要搞兩個別賽 避免 這個秩序 這個秩序 一定要破壞 為什麼不破壞 我覺得絕對要破壞 現在 就是中國這個 特色社會主義是有效 有效 復興 為什麼要跟回她以前的套路 我覺得 這個破壞一定有 那你只說 會不會 最終是打仗 我覺得也不容易 你沒說到 整幾艘船過來 你開火 你開火 我就堆壞你的船 然後你有核彈 你夠不敢吃核彈 你有核彈 我也有 我也有東風導彈 是嗎 就是 你最後一個開火 就是說 你可能是整一艘船過來 真的開火 我就打壞你的船 你最後 我打壞你的船 你會不會有核彈 你會有膽子去射 這個我覺得未必 現在根本是中國制衡了它 你會不會有核彈